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成員以絕食形式 迫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 由尖旺家長教師聯會不認同做法 李詩英否認家教會反對罷課 是變相支持政府開展國民教科 他們計劃在9月14日召開諮詢會 收集家長師生意見 並邀請教育局長吳克劍 和其他相關政府官員出席 但暫時未知吳克劍會不會來 李詩英希望家長了解課程指引之後再決定立場 給局方解答現在在外面的反對聲音迷思的問題 因為現在在外面昨天還有幾個太太跟我說 她都不是搞得很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 只知道一味就是洗腦 那洗腦在哪裡呢 他們有沒有見過那個教材指引 一百七十幾頁 那個中國模式呢 他們現在就說扔在一旁 他們都沒見過 他們都不知道問題精結在哪裡 聯會會發信邀請區內家長師生出席 出席人士要先報名名額五百個 聯會收齊意見後會決定是否有下一步行動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 廖正文報導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 廖正文報導 谢谢大家